小勒高的樂曲 歡迎來到壞雪的勒高倉庫 今天我們來看的是森保積木Q版的紅旗酒遠程防空導彈 我們來看一些森保的花子 也會為新的一種很開心 我們來看一看一看 我們來看一看 新的肉 我會做出一種很明顯的 在新的火車 我們來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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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我们这一盒森堡积木的红旗9远程防空导弹完成了 我们还是先来看人仔 那这一套里边呢也是搭配了两个人仔 这个人仔呢我记得在之前的套装里边 我们看到过了一个班长 班长头上呢带着一个夜视仪 那这个夜视仪呢你是可以翻下来 哎这样就是在启用的状态了 那这个人仔呢也是四面的身子印刷 再加手的印刷 再加脚也是四面印刷 然后再加上还带有一件这个背心的零件 哇这看上去真的诚意满满啊 另一个工兵的印刷表现自然也不差 同样也是四面印刷 哎你看他手上的这个印刷 也印刷的非常的细腻 而且你看他的表情满头大汉 看来这个工兵呢正在处理一项棘手的任务 嗯这人仔 怪雪觉得真的是哎呀 不比一般的第三方人仔差了 这一套里边呢还带有两版武器 一版呢哎似乎是可以架起来的 像轻机枪另外一版呢冲锋枪啊 手榴弹啊手枪啊都是有的 这两版武器你也可以给你的小兵来使用 这一套的红旗9呢依旧是一个Q版化的造型 哎你看他的头似乎大了 当中呢似乎胖了 嗯整体看上去短了高了胖了 看上去QQ萌萌的真的非常的可爱 那这一个红旗9跟其他的森保基木的Q版导弹一样 他的后面的导弹桶呢都是可以支起来的 而这一个支起来之后呢 来它下面还带有一根杆子 那这个杆子呢是可以插在这边的 哎你看正好可以把这根红旗9给支撑住 那支撑住之后的红旗9 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发射状态 来我们来量一下它的三维尺寸 长度差不多26.5厘米 宽度差不多6.5厘米 高度差不多13.5厘米 那这个长宽高 我相信你应该也有一定的认识了 把它跟我们上一次做的东风26放在一起 你会发觉它们的尺寸呢 其实并不相同 实车状态下的东风26 应该是要比红旗7来的更大一点 但是Q版化之后的东风26呢 哎看上去有点像一只毛毛虫 这个东风26跟我们之前做的另一个东风比较相似 你还记得是哪一辆东风吗 我们凑近来看一下这一辆红旗9的一些细节 那虽然它这边的车头呢 没有用贴纸件 但是用曹文版模拟了进气格栅 同时用不同的颜色砖拼接起来 形成了一个迷彩的样子 当你把目光转到它的侧面呢 其实也会发觉 哎 整车其实利用零件的颜色 已经呈现出了迷彩状 然后像上面这些细节的地方呢 依旧是有贴纸 好在这一次的红旗9呢 贴纸的量并不算多 所以这个搭起来相对会轻松不少 这边呢也有个小门 小门呢是可以这样打开的 只不过我也不知道正常的时候 这里边应该是什么 如果你知道的话 欢迎留言告诉坏雪 驾驶室和副驾驶的门呢 都是可以打开的 打开之后你会发觉 这里边呢 其实是有个小方向盘 呃 你原则上是可以把你的人载放进去的 但是由于它的车顶呢 并不是一拆一线的设计 所以如果你要拿车顶啊 干嘛来着呢 其实稍微有一些麻烦 所以人载不放在里边也罢 这辆红旗9尾部这个连接呢 是靠一个大的球形关节键 跟主车身连接在一起的 但是它的这个导弹筒的设计呢 其实我觉得设计的并不算好 呃 它这边你看都是比较松的 你容易一碰就这样断掉 看到没 两边都是一样的问题 呃 基本上因为上面这边呢 是靠光滑的面板给加固了 所以这两段光滑面板的中间这里 其实是把玩的时候非常容易断掉的 那这一点呢 也是这一套在把玩时最大的不足 那它的底盘设计呢 其实也稍微有一些瑕疵 你可以看到前面的两组轮胎 直接是用了凸点零件反扣进行加固 而后面的两组轮胎呢 并没有进行这样的设计 这使得你在把玩的时候呢 一定要当心一点 不然的话 你看这个轮胎很容易在侧向受力的时候 就掉下来 那这种细节地方 我觉得改进起来相对也是比较简单的 当然如果你自己有这个零件的话 也可以把这边装四个上去 就可以把它牢牢的固定在车身上了 总体而言 这一辆红旗9远程防空导弹呢 它的表现基本上在森保积木的Q版导弹车当中 还是属于中间的这个水准的 它的外观设计非常的出色 跟真车还是有几分相似的 当然它进行了以Q版化的感造 看上去呢也非常的可爱 同时它还拥有这个非常出色的人仔 森保积木的军事人仔 坏雪真的是非常的喜欢 而它的价格呢 相对也是比较实惠的 具体多少钱 你自己去搜一下就知道了 好了 今天坏雪的乐高仓库就到这里 这一盒森保积木Q版红旗9远程防空导弹 你还喜欢吗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 别忘了关注点赞分享 我是坏雪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